在前天的降雨过程当中,南京出现了21处积水地区,趁着今天天气转情,排水部门赶紧上路疏通管道。 在巡查的过程当中,我们的记者发现,由于目前南京的施工工地众多,很多道路积水其实都是工地违规操作而造成的。 南京下关区唐山路是7月3号强降雨中出现积淹水情况比较严重的路段。 今天一早,南京排水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分组,对这一路段的雨水井和主排水管道进行清理。 雨水井一般都是在道路最低点,那么路面上的这种淤泥和泥土通过雨水,就会会通过这个雨水井汇集到管道里面去,对管道造成影响。 这一段不到600米道路,每道下雨都能清理出三子车的淤泥,巡查人员发现最亏祸手是道路两边的施工工地。 道路上面这种很多的大施工车辆,导致到这个路面的雨浆比较多一些,进入我们这个管道里面去。 按照南京市容管理规定,工地内部地面必须进行硬化处理,工程车辆进出必须冲洗干净。 而这个南京世贸滨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工地,并没有按照规定之行。 工地门口道路上满是泥沙和石块,这些沙石随雨水冲入地下水井后堵塞了排水管道。 下关区扎土办进行了现场勘查后,对开发商下达整改通知。 扎土办表示,如果整改不到位,他们将把这一情况报南京市联合管理办公室,通过筑建委对这处工地进行处罚和停工。 江苏陈氏频道为你报道。 那是什么新呢?是不是看到今年讯息,南京看不到海,心里边不踏实啊? 事后的惩处固然重要。前期的每一个环节把它抓紧了,不要让它有这种违规现象出现。 第一,我一张 Different form材料都azo以来我们西京气息主持筑的一条件事,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